實體的Windows系統 比如說Windows 11 裝好了之後,怎麼樣製作一個自己的VHDX檔呢? 我們可以利用VulletEyes這一種工具 那我們就點一下VulletEyes 那這邊會有一個Disk Image 那我們就創建一個VHD 那這邊它會讓你儲存到哪一個地方 這邊會讓你儲存到哪一個地方 你就選擇你可以用大一點的隨身碟或其他的外接硬碟 假設我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檔名你就自己取 然後這個格式我們可以把它 這個副檔名選一個VHDX 那這個地方我們會選擇動態的 動態的 然後這裡 這一個 硬碟的大小呢 我們可以跟原本的一樣 或者是比它大一點 假設我們原本 裝的是 111 111G 所以我們 也開111G 這邊 或者是112 比較保險一點 然後按 Re-Add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建立一個 W11.VHDX 你們這個工具呢 不知道要是我們把它關掉 離開 那對準這個W11.VHDX 我們快點兩下 把它掛載進來 或者是用 滑鼠的右鍵把它Mount進來 好 它會出現錯誤 那你先不管它 好 那我們剛剛把它Mount 掛載進來了之後呢 如果在這個裡面 找不到剛剛 掛載的這個磁區 我們就對準這個電腦呢 按管理 好 那麼這裡有一個磁碟管理 好 那它就會找到我們剛剛 好 我們剛剛 這個製作的這個磁區 我們就按OK 好 在這個地方 好 112的 那我們把它新增一個新的 然後按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那我們格式化成 MTFS 那這個Level呢 就是你 你這裡要 怎麼樣的標籤 比如說我們打一個C C疊的意思 然後按 Finish 好 那我們這裡現在掛載的是H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果然這個H進來了 好 那這個是原本我們 這個是我們原本裝的 Windows 11 那這個是新掛載進來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利用Ghost11版的來做備份 做備份還原的動作 好 那我們用Ghost11 然後這邊呢 我們就選擇Disk to Disk 從另外一個硬碟到另外一個硬碟 然後我們就選擇第一顆我們裝好的Windows 11 然後按OK 然後我們再選擇剛剛建好的VSDX這一顆H的這一顆硬碟 按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 按OK 就開始備份還原的動作 好 好 那它就會把我們剛剛裝好的Windows 11呢 倒到新的VSDX這一顆掛載好的虛擬硬碟 那等一下完成了之後我們看是不是 系統有抠過去了 那這邊的話你也可以用網路下載免費的DiskGenius這個軟體來做這個動作 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動作呢 其實就是把 實體硬碟呢 變成虛擬硬碟的動作 就是VHD 實體的硬碟轉成VHDX 那往後我們會再拍一部影片就是利用 網路上 免費的DiskGenius免費版來做實體轉虛擬的動作 今天先利用Ghost 那我們現在 這個經過的時間只有一分鐘 所以它Call的速度還算蠻快的 好一分半 一分半了 已經快完成了 OK 那一分四十六秒就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 按一下Continue 離開 Ghost軟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 H這一個我們掛載好的VHDX 看一下 果然這個檔案都全部摳進來了 摳進來了 摳進來了 謝謝收看了 呦